自古以来 人类都在追求美 所谓爱美之心 人人有之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除了在历史某个特定的时期之外 可以看出人类大部分的审美观念 还是以瘦为美 就拿我国来说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 人们也开始注重身材的保养 现在街上身材好的人占比 要远超于前几年 但反观美国却是在背道而驰 这是什么原因呢 曾经有一篇报道这样形容美国 称美国是一个在肥胖道路上 不停奔跑的国家 当初很多网友还不信 因为从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美国人 不是高端精英 就是健身达人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 很多人有了出国旅游的能力 当到达梦寐以求的美国之后 突然发现 妈呀 这个国家怎么全是胖子呀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首先第一点 饮食习惯 美国人喜欢吃什么呢 当然是快餐 也可以理解为肉 在美国 点牛排 要一个八分熟 都有些不好意思 有数据统计 在美国自己做饭的人群当中 平均只有30分钟自己做饭的时间 那么他们只能快速煎一个牛排 用两片面包 一杯冰汽水 一杯冰牛奶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吃法 一顿两顿还行 尝词一酒下去 不胖都不科学 第二点 美国人很少运动 经过数据调查 美国人比较胖的人 往往都是低质量生活人群 他们因为和富人 保持了一样的饮食习惯 但却没有钱去健身 同时也没有高频率的生活节奏 所以只能越来越胖 而因为美国有比较高的生活补助 所以即便是不工作的人群 吃个汉堡 炸鸡什么的 还是有保障的 在美国 这可是低端消费 美国的例子是一个反面教材 如果全民都胖 不仅会提升死亡率 还会使国民身高增长 健康数据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久而久之 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种 定态美 所以说各位 即便现在工作在忙 吃饭也要注意营养搭配 无论加班到几点 也要适当的运动 不仅对自身健康有好处 同时也对下一代有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